因為我們剛好做研究的時候 這個鼠是剛好他頭毛是在休止期 幹細胞在休息 可是我們人的頭髮大部分的頭髮是在生長期 所以這個效應在人可能不一定會那麼明顯 第二個是 其實不太鼓勵大家一直看太強的藍光 所以他這次附帶是說因為他這膠感神經興奮 那在皮膚的毛狼裡面剛好膠感神經興奮 膠感神經就是毛狼幹細胞旁邊 如果幹細胞休息是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不過因為你只要還有其他藥物可以達到類似的 你差就可以不需要這麼費力 為了生法去照藍光